而这个劳资纠纷扯上了宗教 在国内的司法史上面呢 还没有看过 这是有一个离职的厂长 控告老板说 在公司里面呢 设置神坛啊 还强迫他笨要去抓鬼啊 当众脱衣服来办这个当机来起党啊 就告上法院跟老板求偿三百万 结果法官就拿照片这样看看说 诶 这个厂长他所谓 被强迫的来办这个当机啊 他的神情看起来很自在啊 不像被逼的样子 只判决公司必须赔偿他 六十万元的加班费 他的专戒 碾香祭拜拜天又拜神 三太子祭公高座神坛 位于台北县泰山的这家塑胶公司 在公司顶楼设置私人庙宇慎容店 却被一名离职厂长提告 公司强迫他半夜抓鬼 当众脱上衣扮鸡筒 让他身心受创 告上法院求偿三百万元 老板有强迫你们拜拜吗 没有 那没有 我们我们全部的员工都没有强迫 强迫那可以 你可以找任何一个员工来讲 因为他在这边 他以前他也是跟我们支付互动很好 以前也是很好 因为就是跟公司方面有一些利益的关系 那一直就是没有给他很好的那个 所以他心有不服 所以他在拿窍 厂方否认强迫员工信仰参拜 但是提告的厂长指控 工厂以他无法认同宗教将他开除 坚决提告 不过法官认为 这名厂长参与活动的时候 神情很自在 指判公司必须补发六十万元的加班费 他也说我们老板娘说 强迫他说上来拜拜 可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因为拜拜是大家随心所欲嘛 老子纠纷扯上宗教 成为罗生门 不过因为自认被迫当鸡童而闹上法院 司法案例还是同一招 中间新闻的高清风 郭阿琪拍报道